头痛,头晕,肩颈酸痛,颈椎正后寻中标了。六招动作摆脱颈箍咒。 饭可以不吃,却不能不滑手机。你也是3C成瘾族吗?小心低头族离不开手机,长期可能滑出颈椎病。 错误的姿势包括,脖子前倾,驮背,长时间盯住电脑,趴在桌上写字,或是低头滑手机,长期下来挤造成颈椎正后裙。 使得颈椎提早产生病变,出现骨刺,椎间盘突出等,导致颈髓,神经根或椎动脉受到压迫而产生不适症状。 复健医师将教大家六招自救的动作,摆脱颈箍咒。 颈椎正后裙年轻化,上班族及低头组高危险族群。 颈椎,是连接头部及身体躯干的重要部位,如果在工作或生活中,长时间维持统一种动作,或是不正确的姿势,就容易造成颈椎正后裙。 乌日林新医院复健科林仪君主任指出,颈椎退化以往都是50岁以上的民众才会出现,近几年依出现年轻化且普及化的趋势,发生年龄层降至20至30岁的年轻人。 其中以上班族及低头组两大族群为大总。 常因错误的姿势,如,脖子前倾,驮背,长时间盯住电脑,趴在桌上写字。 或是低头滑手机,长期下来都会使得颈椎提早产生病变,甚至出现骨刺,椎间盘突出,颈椎弧线变化,导致颈髓,神经根或椎动脉受到压迫,而产生不适症状。 颈椎症状分成五种类型。 离患颈椎症后群的主要症状,一开始都会出现颈部及肩膀紧绷、僵硬,如果没有接受治疗获得缓解,就会进一步出现酸痛、发麻。 通常一般民众如果自行按摩,或给人推拿都没有用,建议赶紧就医检查。 林怡君主任表示,颈椎症后群的症状共可分五种类型。 第一种为单纯颈部出现不适症状,此时若是没有及时接受治疗,不仅颈部酸痛的强度增加,更会出现第二种神经根症状。 第二种神经根症状,开始从颈部慢慢延伸至上肢,背部手臂,都会有酸痛麻的感觉,甚至还会有肌肉萎缩的情形。 第三种是脊椎方面的症状,当压迫到颈椎神经,有可能会出现四肢麻木,走路一拐一拐。 第四种蔓延至椎动脉,出现眩晕,耳鸣,头痛的症状。 第五种交感神经的症状,是大家比较少联想到的,开始有交感神经的症状,如,视力模糊,未时到逆流,悟心胸门,心悸,甚至是失眠。 由此可见,以上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颈椎症后群所引起的。 呼吁民众如果颈椎开始出现不适,应及早接受复健治疗,以防止长期压迫神经,造成颈推严重退化,甚至手脚麻酸无力的现象。 六招环节颈椎症后群。 以下由乌日林新医院物理治疗师张淳于示范颈椎症后群的复健动作,透过六招非常简单的颈部肌肉运动,提供给大家,每天持续做,强化伸展脖子肌肉, 并可以帮助,并可以帮助缓解颈部酸痛,颈绷不适感。 1. 收下巴运动 正确的颈椎姿势,共左五回合。 步骤一,将头,背和臀部紧贴墙壁,眼睛平视前方。 步骤二,做一个轻微点头,收下巴,的动作,会感觉到后颈的肌肉有被拉紧的感觉。维持15秒,休息。 2. 颈部肌肉的迁拉运动 左右侧前斜脚肌,共左五回合,左右两侧交替座。 步骤一,将头部旋转至右侧,右手要搬住椅子,协助保持肩膀固定。 步骤二,用左手将头部往左侧方向下压,会感觉到颈部右侧肌肉紧绷,维持5秒后即可。 2. 左右侧肌肉紧绷,共左五回合,左右两侧交替座。 步骤二,先将颈部向前弯曲,右手要搬住椅子,协助保持肩膀固定。 。 步骤二,头部旋转至左侧。 步骤三,用左手将头部往左下侧方向压, 步骤二,维持5秒。 3. 经步训练。 。 一,各种偏头痛势,等长收缩,适用于有开过刀的人或年长者。 。 步骤一,坐在有靠背且稳定的椅子,先将颈椎摆在正确的姿势,记得要缩下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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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骤二,稳定颈部的姿势,手置于太阳雪网对侧推,左右交替座,如图一,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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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头看向前上方45度角,维持5秒钟,休息,共做5个回合。 竖篮式,经部弯曲肌群。 步骤一,踩平躺姿势,将膝盖弯曲两脚踩住,腰部平贴床面。 步骤二,头抬起后,将下巴尽量触碰到胸骨,维持5秒钟,休息,共做8、10个回合。 最后,林怡君主任提醒,低头族在使用手机时,可将手机拿高,手机上方的高度与鼻子同高为最佳。 为了避免维持固定姿势,建议双手轮流拿手机,使用的时间建议避免超过15分钟以上。 日常生活中要特别注意头,颈、肩、背是否维持正确姿势,并且无长时间维持统一姿势,以防湿力过度而造成伤害,甚至提早颈椎退化。 另外,最好每天在家做一些颈部肌力训练和伸展训练,可以改善颈部的稳定度,若出现疼痛应尽快就医治疗,才能远离永久伤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